大家好,我是唐强,又到了周报时间了 我们来看9月28到10月4号这一周星象如何 我们都知道我们已经来到第三波的慕名合相了 我们现在正处于这个急速的转变当中 而且水星从天平到天蝎 这个过程就意味着合作了 然后跟合作怎么样分配钱的这种跟合作有关的事 投资有关的事都特别的多 所以我们最近就是前来前往 或者是这个合作如果破灭了怎么分钱 这个合作如果要继续 那我们要怎么样分配利益等等 这方面的事情将会来来去去 而且我们还会面临水星要开始停滞 没错,它这次进天蝎只是一下子 因为10月14号的时候它就会开始逆行了 逆行当然也还逆行在处理钱的问题上 所以大家在保险方面,遗产方面,汇赠方面 或者是怎么样分红 这一类的事情一定都有很多事件 金融机关应该也会忙个不停 或者是股票投资还有很多的变数 太阳天秤的此时也是所谓的多事之秋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跟合作有关跟外交有关的事情 最近好戏连连大家都在互相拉扯 所以我们也都生活在一个高压当中 比较能够疗愈我们的可能就是金星石子了 让自己变漂亮一点 或者是追求时尚 但是时尚产业或者是美容产业 可能最近冲击也是很多的 因为金星在此就会让你们的存费 或者是怎么样更进一步 经营方面怎么样才能利多的这种思考 也会是最近大家认真想的问题 本周还有几个星象 季木星顺行之后呢 这一周二还有一个重要星象 就是土星也顺行 然后礼拜天冥王星顺行 意味着跟摩羯座相关的事情 比如说高层或者是大型企业 或是政府机关 种种政治上的角力 我觉得对决才要正式开始 跟摩羯座有关的情势呢 就是政府做什么决定 下面的人民也只能接受 所以上面的变化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哟 接下来我们要看 对个别星座的影响是如何呢 以工作上来说 牡羊 双子 狮子 天平是有感应的 牡羊星座的朋友在工作方面呢 有冲冲冲的机会 或者是作品有端出来 或让人广目相看 或者是最近有更上一层楼的一些重要决定 所以可以说 万众瞩目 恭喜你了 另一个呢是双子座了 双子星座的朋友 在工作方面你有完美主义的倾向 这是好处也是坏处哦 好就在呢 你这方面的名声远播 大家都觉得你非常专业 但坏就坏在你把自己给累死了 但是你放不下嘛 对不对 那就照自己的意思做吧 另一个呢是狮子座了 狮子星座的朋友 在工作方面杂音很多 所以你倾向于不看不听 但这都太极端了 我还是会建议你哦 多多少少参考就是为什么会有杂音这件事 跟比较亲近的人好好聊一聊吧 另一个呢是天秤座了 天秤座的朋友在工作方面也是有大跃进的机会哦 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步伐 让别人吓一跳 或者是在工作上接到了非常重要的方案哦 或升官有望 我们来看感情方面了 那是巨蟹 射手 摩羯跟水瓶了 巨蟹星座的朋友 感情可能就发生在平平淡淡的相处之间哦 那些本来是朋友的人忽然间就对你挺来电的 不妨感应一下我相信敏感如你一定感受得到 另一个呢是射手座了 射手星座的朋友 你可能最近有点怪怪的哦 你喜欢的反而对你没感觉 然后你没那么喜欢的怪咖反而一直粘着你 这有点讨厌对不对 所以你要控制一下自己的能量场哦 不要让这种事情一直发生 另一个呢是摩羯座了 摩羯星座的朋友 其实你只要长长微笑 你的桃花运就会非常好 你最近是不是常常不自觉的眉头深锁呢 拿出乐观开朗的那一面 人家很喜欢呢 另一个呢是水瓶座了 水瓶星座的朋友最近得失心有点重哦 然后就会变得比较小男人小女人一点点哦 这样也蛮可爱的啦 其实别人会心疼你 不过这样子的情况反而让水瓶座的你一头雾水 你比较喜欢当大男人大女人对不对 我们来看金钱方面那是金牛跟天蝎了 金牛星座的朋友可能金钱上有突如其来的变化 所以如果你有大笔的投资 请你紧盯着一些这个变化性哦 要随时做调整 最近你可能也有金钱方面的突然损失 所以要顾好你的钱包哦 那另一个呢是天蝎座了 天蝎星座的朋友最近有投资的运势哦 或者是你非常的想投资哦 可是呢最好要去请教一下这方面相当专长的人哦 要相信专业 我们来看一下健康方面 那是处女跟双鱼了 处女星座的朋友 肠胃的部分 消化系统的部分可能会是健康的重点 所以好好地保养 好好地保护 然后千万不要任性 或者是不吃都不行哦 要正常地吃 那另一个呢是双鱼座了 双鱼星座的朋友 最近可能是不是烦心事太多了 你有脑神经衰弱的问题哦 那还有可能也要注意一些小小的刀火烫伤 如果你的工作会接触到刀啊 或者剪刀之类的 都要特别当心 感谢观看